好,下面我带大家写这个资地的什么研究,写它的原码 这个,我们说了,为什么我们要说,上午就我们讲了,为什么要讲这个什么研究 就是因为我们讲PAP页面,就是写PAP的,HTML就有HTML的,两个分开 分开以后呢,它运行不了,那怎么办呢,我也要用一个东西,要写一段代码来启动我的HTML 所以呢,这个东西就模板引擎,我们把它取名叫Smart 那么下面呢,我们自己去写一个,首先呢,我写了个HTML,我们这里全部写标签的吧 全部写标签哦,我们可能要C 可能要C,然后呢,我再写个PAP,PAP呢,把它 Title,报导进来 报导进来以后呢,我们来运行一下,运行看看结果是什么 3wpp.com 好,这个,运行起来,一会儿都没解析 这个是不能解析 那么不能解决 那怎么办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是 PHP不能识别 不能识别 不能识别它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样能识别呢 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个符号 替换成PAP能够识别的 那么替换成什么呢 我们这样来写 是这样的替换 左括号替换成 监管号问号PAP 然后这写个$TITL 然后这是个分号 这样子的 怎么结果是这样子 把左括号替换成这个 右括号替换成这个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就 我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写错了 这写一个叫 这样子 把左边的括号 替换成他 右边的括号 替换成这个 将这个大括号替换成PAP能够识别的 那么怎么替换呢 怎么替换呢 替换你看看我来写 所以首先呢 把这个不要了 说File get c1tngs content 我读一下 当节目录下有个index.html 读一下 读完以后 $STR 读完以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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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你再替换 替换是STR replace 把左边倒过号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这个 跟着C 好 那么替换 替换 替换 $STR 好 那么 替换 替换 又打过号 STR place 替换 又打过号 又打过号 替换成 是吧 好了 那么一替换 后来 咱们就输出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执行了 诶 输出一下 $STR 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执行 当然 我得把这 把这个线删掉它 不要了 来我们运行一下 看能不能执行 走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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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不是 不是啊 它index 它这个index 它是由index的HTML 有DXPAP 它就自动解证什么了 它哪个优先啊 它index的HTML 优先知道吧 因为 因为你既有index的HTML 有index的HTML 有index的PAP 你试试主要的时候 试试主要的时候 你肯定把index的HTML往前放 所以index的HTML优先嘛 那首先肯定先访问的是index的HTML 是不是啊 嗯 啊 所以呢这时候我要干什么呢 index的HTML 诶 怎么还不运行啊 诶 诶 怎么还不运行啊 重新打开 哦 对对对对 手写那个东西 手写啥呀 替换谁啊 替换 你没替换 你感觉是没有替换 感觉实际是对的 因为你没替换 是吧 你说 在里面找 找谁啊 在空里面找啊 空里面找啥 什么都没找到 替换没替换了 好 这个是 3w6.php.com 下面是 一杠 等会说信一下 诶 怎么还没走啊 说信 师傅写错了吗 我们看一下手册 师傅看一下手册 师傅看一下手册 STR REP REP 首先是 找什么 是吧 找什么 把它替换成什么 是什么东西 好 找什么 替换成什么 STR 没有问题啊 咦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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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哪写错了 关键 这是什么页面啊 一杠 你写哪去啊 你写的不对啊 你写一杠 Demo里面 这是什么呀 对啊 删掉 删掉啊 你写的不对啊 写的不对啊 是不是啊 写的不对啊 写的 index pap里面啊 你写的不对 这是 html index pap 你刚才那一杠 Demo里面写的 我说怎么写的 不玩用呢 好了 走 好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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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样子就对了,有人说那怎么就对了呢,你看啊,我告诉你,是这样子的,没错啊,对的啊,查看,有没有替换他们? 替换了,替换了就替换了,替换了为什么他不输出呢,为什么不输出啊,为什么没输出啊? 啊,他因为啊,他把这么,这只一张支付串,他把他当成了一个什么呢,他把这么多呀,他把这么多当成了一个什么,支付串的输出了,听没有是吧,他把这么多,当这个支付串输出了,但是我能不能让他输出呢,我要让他执行呢,怎么样能偏僻执行啊? 怎么样能偏僻执行啊?啊,执行是这样子的,你把它写进去,他们现在已经,你看啊,这样我把它,我把它先关掉啊,因为这个你在这看不清楚,我换一个工具啊,我换一个工具,换一个这个工具,这工具的话它有什么呢,就是它多了一个文件,你立马也能看出来啊,这个不要了。 把这个给删掉啊,这也不要了。好,上面看这两个文件,这个文件是存HTML的,这个文件是存PHP的啊,存PHP的,那么现在这个,你一替换好以后,他把这么多,当那个支付串输出了,没有执行,那你看我这么写,我说,这个是存HTML,它是不是混编的?不是混编的,对吧? 把这个也是不是也不是混编的?但是这个呢,提换好了以后,这个代码是不是混编的?是混编的啊,是混编的啊,是混编的啊,我把这个混编代码,我这样写,说,file,put,connets,connets,好,当天目录下,当天目录下,有个index.html.pap,你看,这个是存HTML的,这个是存PAP的,这个是存PAP的,这个是存PAP的,这个是什么?混编的,混编的,然后往哪写呢? 。256,ossp SE HAN photogads.htl,这个是写入混编文件啊,写入混编文件啊, 写入混编文件 啊,那么写入混编,你看,这个 zweit刚这个是混编 那么混编完了以后,我require Rcq,id,require,当天目录下 当天目录下一个index.html.p, fib 。他们一分关 zo,把这混编吧,就是已经存rauen了,好啊,好啊, HTM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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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HTML 好 那下面我来运行了 手 出来了吗 出来了 有没有多一个混编 多一个混编 多一个混编 那么这个我反正写这个代码 这么多代码就是我们的Smart的恒星代码 什么就是有了这么一张东西 有了这么一张东西以后你看 这是一个存HTML 这个是存HTML 是不是有了这一张代码以后 有了这一张代码以后 你是不是就能够解析我的HTML了 如果没有这张代码 如果没有这张代码能解析我的HTML吗 解析不了 是不是有了这张代码以后你就干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HTML解析了 所以这张代码我称之为是模板引擎 这张代码我就称之为模板引擎 称之为模板引擎 你看看我的这个手册 PAPHTML 有了一段代码以后 有了一段代码以后 就把它变成就能写这个结果了 就能写这个结果 好 我把它那个 拿过来啊 这是包含吧 包含 混编 没有问题 读取 然后替换是不是 替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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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 用 那么第一步 我们就能写一个最原始的 一个smart的代码 最原始的smart代码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答案给替换掉 替换掉 替换就是 左替换右替换 然后写进去再报案进来 就结束了